雪兰和苏邦在野百年新都庙爆发严重骚乱 促使首相敦马哈迪今天代表内阁 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 敦马指出 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涉案 幕后主脑或是趁机作乱的人 都会受到法律制裁 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则表明 警方已经鉴定了部分涉案者的身份和作案动机 会援引各种条文 彻查消防员莫哈默阿迪被殴打的事件 这包括蓄意谋杀罪名 原本的土地纠纷 演变成严重骚乱 首相马哈迪今天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 重申骚乱 无关种族或宗教冲突 还表明直接或间接涉案 以及幕后主脑和趁机打的人 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尽管首相署部长瓦达木迪早前向庙方派定新闻 表示寻货解决方案前都不会拆除新都庙 不过新都图向法院申请 暂缓发展商取回地段的庭令 今天已失败告终 多马表明各造必须遵从法院裁决 不过他打趣表示 案件涉及黑道 而黑道一般都不会遵从法律 另一方面内政部长慕尤丁也在议会厅里 敦促不要让个案破坏国民团结 也细说骚乱的来龙去脉 强调是建营爆点 源自发展商的内部律师拼用打手 而执法人员接获头报后 十分钟便抵达现场 非但没有迟到 抵达后还一度遭到暴徒 阻挠进入场地 七人在混乱中受伤 直到隔天骚乱升级 再有消防员遭到殴打 消防员阿迪在骚乱中被殴打到重伤 那多马早前就斥责 那这个根本不是示威 而是蓄意谋杀 那来到今天 慕尤丁就表示 警方已经援引刑事法 点307蓄意谋杀条文 开档调查 除了蓄意谋杀条文 警方也援引其他七项条文开档调查 包括刑事法典435蓄意纵火条文 刑事法典148持线骚动条文 以及刑事法典124之居发表引起不安言论条文等 目前共有30人落网驻查 分别是24名进役 两名穆斯林进役 三名印役和一名华裔 警方同时向34人录取口供 并设立特工队策查 八度空间张雨林 国会大厦报导